可以看到現在正在進行的 就是榮氏網球的對戰 對戰的隊伍分別是德國 還有丹麥 其實這一次歐洲運動會 在波蘭的克拉克福就像這樣子的場地 是直接開放民眾可以進來 近距離的觀賞精彩的賽事 榮氏網球結合網球與地球元素 起源於墨西哥 在西埔與西國家蓬勃發展 本屆首度在歐運會登場 目前也風行到亞洲 並渴望在二零二六年艾芝名古屋亞運 首度成為競賽科目 主辦國日本也有代表前來觀摩評估 球場志工裡也有少數東亞面孔 他是來自臺灣的蕭子柔 志工背景 但喜歡體育不只經常外賽支持 十多年來也積極在臺灣與海外擔任國際體育志工 他們看到亞洲面孔其實是蠻開心的 在他們環境中應該很少見到臺灣來的 其實比較多應該可能是中國的 對然後我就可以趁機介紹一下 行銷一下臺灣 就覺得蠻有意思 弧行球桌選手與民眾同樂 玩法結合足球加桌球 這是新興運動台客球 二零一二年才在匈牙利發跡 本屆也是首度列入歐運 來自四十八個國家近七千名好手 在總計二十九個競賽科目 增進奪贏 其中射箭射擊跳水等十個運動種類 將直接影響選手角逐明年法國巴黎奧運的積分排名 或者為國家爭取到參賽席次 在我背後的這就是克拉克夫的勢力體育館 也是這次歐洲運動會的開幕式 以及閉幕式的舉辦 地點 各國好手齊舉一堂 展開為七十二天的運動經濟 這也是波蘭首度舉辦 這麼大型的國際賽事 受俄烏戰爭影響 俄羅斯與上屆主辦國白俄羅斯 被主辦方拒絕以任何刑事參賽 比起國際奧委會容許以中立身份參賽的建議 波蘭與歐洲奧委會則做出明確政治表態 公視國際記者就會存世以安 波蘭報導